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中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这位39岁的第一任参议员曾经是特朗普的批评者 但现在已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万斯的成长故事和转变过程引人入胜 从出版畅销书《香巴老晚歌》到成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的崛起之路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又一次令人瞩目的组合即将登场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 他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共同迎战2024年的总统大选 一时间,媒体和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在这两位政治人物身上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宣布这一消息 称万斯为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 结束了数月来对特朗普竞选伙伴人选的猜测 J.D.万斯,这位39岁的第一任参议员,虽然仅在参议院任职大约一年半 但他的崛起速度和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 万斯因其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香巴老晚歌》 《Hillbilly Allergy》而声明确起,这本书详细描绘了 他在美国铁锈地带的贫困中成长的艰难经历 被暴力和毒瘾包围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许多读者和评论家 出生于俄亥俄州米德尔顿的万斯,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随后,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完成学业并最终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 作为一名公司律师,他在科技行业担任风险投资家 积累了丰富的职业经验 然而,真正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他对家乡和个人故事的坦诚分享 使他成为铁锈地带声音的代言人 在2016年大选期间,万斯因其对特朗普的公开批评而广为人知 在一次与查理·罗斯的采访中,他自称是一个从不特朗普的人 并在同年8月接受ABC新闻采访时指出 他没有看到特朗普提出很多解决方案 这种态度使他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政治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万斯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开始认可特朗普的政策和领导 在2021年的一次福克斯新闻采访中 万斯公开为他早期对特朗普的批评道歉 表示他对特朗普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一转变也为他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席位的竞选中赢得了特朗普的支持 并最终在2022年的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对手蒂姆斯科特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万斯最著名的工作之一是应对家乡东巴勒斯坦的火车脱轨事件 此外,他坚持自己的保守派立场,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等重要议题 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万斯成为了特朗普最可靠的代理人之一 频频出现在竞选活动中为特朗普辩护并帮助他筹集竞选资金 万斯从一个从不特朗普的人到特朗普最强有力的政治盟友 这一变化似乎不仅仅是个人观点的转变 更反映了美国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博弈和策略调整 万斯曾在2016年表示,特朗普没有提供很多解决方案 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逐渐看到了特朗普的政策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影响 并选择与之站在同一阵线 这段时间的转变为万斯带来了新的政治机会和挑战 他的回忆录《香巴老婉歌》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使他成为铁锈地带人民的代言人 在进入参议院后,他继续关注家乡的问题 尤其是在火车脱轨事件中表现出的领导力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选民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万斯的崛起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他的立场变化过于迅速,缺乏一致性 然而,万斯对此表示,他一直在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观点 以更好的服务于选民和国家利益 在2024年的竞选中,万斯将与特朗普并肩作战 这对组合将如何影响共和党的未来,仍需拭目以待 万斯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成长和政治成就的展现 更是美国政治复杂性的一个缩影 在未来的竞选中,万斯能够为特朗普带来新的视角和支持 尤其是在铁锈地带的选民中 他那深刻的个人经历和对家乡问题的关注 使他能够与选民建立更深的连接 而特朗普的政治经验和领导力将为他们的竞选提供强大的支持 虽然前路充满挑战 但万斯和特朗普的组合无疑将成为2024年竞选中的一大亮点 他们能否在激烈的竞选中脱颖而出 成功赢得选民的支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的未来方向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一组合都将对美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见证他们如何共同应对竞选中的各种挑战 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大家好 这次咱们要聊聊特朗普最近的大动作 他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 作为2024年的竞选搭档 这事可不小 所以赶紧坐稳了 咱们一起深入八卦一下 首先 J.D. Vance是何许人也 这位老兄可不是一般人 Vance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但他可不是什么老江湖 刚当选参议员才一年半 这个39岁的年轻人 居然能得到特朗普的青睐 成为其竞选搭档 简直是人生赢家啊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大赞万思 说他是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 这话说的让人不禁想问 特大爷眼光真的这么准吗 还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幕 接下来我们得聊聊万思的前世今生 万思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叫《香巴老晚歌》的书 瞬间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变成了全美瞩目的焦点 这本书其实是他的回忆录 讲述了他在贫困的铁锈地带长大的苦涩经历 真的是把屌丝逆袭的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书可不仅仅是个悲情故事 还让它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2016年大选期间 万思当时还是个从不特朗普的人 甚至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直接说自己不支持特朗普 说白了万思当时认为特朗普根本没有什么靠谱的解决方案 然而事事难料啊 万思居然在2021年反过来支持特朗普了 甚至在福克斯新闻上公开为之前的言论道歉 说自己当时看走眼了 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原来万思正好在竞选俄亥俄州的参议院席位 而当时特朗普的支持无疑是个巨大助力 果然在特朗普的背书下 万思成功击败对手 顺利当选 作为参议员 万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他在家乡的东巴勒斯坦火车 托轨事件中显得非常积极 迅速采取行动 赢得了不少好感 此外 他一贯坚持强硬保守派立场 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也让他在共和党内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到了2024年 万思已经成了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不仅在竞选活动中频频亮相 还在电视上为特朗普辩护 甚至帮他筹集竞选资金 要说这俩人现在是铁杆兄弟一点也不夸张 总结来说 特朗普选择万思作为竞选搭档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一方面 这表明特朗普希望通过选择年轻 充满活力的搭档来吸引选民 另一方面 他也在巩固自己在共和党内的地位 万思从从不特朗普的人到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这个转变也反映了政治的复杂和多变 究竟这对搭档能否在2024年的竞选中取得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2024年的竞选中 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思 J.D. Vance 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宣布万思将成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这一决定 结束了数月的猜测 并看到特朗普提升了一位39岁的第一任参议员 他在参议院大约一年半的任期内 成为前总统的坚定意识形态盟友 J.D.万思 James David Vance 出生于俄亥俄州米德尔顿 是前海军陆战队员 后来的企业律师 和风险投资家 他的名字 首次在公众中广为人知 是通过他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 《香巴佬婉歌》 Hillbilly Elegy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 他在美国铁锈地带的贫困中长大的经历 以及他如何从这种环境中脱颖而出 最终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学院 书中描绘的故事 反映了他在一个充满暴力 和毒瘾的环境中成长的经历 成为了理解美国中西部困境的重要窗口 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万斯成为了一个代表铁锈地带的关键声音 讨论那些与他有相似背景的人的重要问题 然而 当时他对特朗普持有蔑视态度 甚至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 自称为 从不特朗普的人 他在2016年8月接受 ABC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没有看到 特朗普能提供很多解决方案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万斯的立场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在2021年7月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为他之前对特朗普的批评道歉 称他 非常坦诚地承认这些 关键的话语 并为此感到遗憾 万斯的转变在政治上得到了回报 2021年 他宣布竞选俄亥俄州的参议院席位 并得到特朗普的支持 这一支持 帮助他在2022年的竞选中 赢得了共和党初选 和随后的大选 击败了民主党竞争对手 蒂姆·斯科特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 万斯最著名的一些工作 包括应对家乡东巴勒斯坦 火车脱轨事件 他还保持了强硬的保守派立场 特别是在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方面 作为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 副总统候选人 万斯一直是前总统的可靠代理人 他积极参与竞选活动 在电视上为特朗普辩护 并帮助筹集竞选资金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 称赞万斯为 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 进一步巩固了两人之间的政治联盟 万斯的故事 从一个从不特朗普的人到 特朗普最强大的代理人之一 显示了他在政治领域的复杂性和适应力 作为一名第一任参议员 他的快速崛起 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能力 也反映了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敏锐理解 随着2024年竞选的临近 他的角色和影响力 无疑将继续增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特朗普选择J.D. Vance 作为2024年的竞选伙伴 这是个高明之举 Vance不仅是俄亥俄州的第一任参议员 而且他在参议院的表现 已经证明了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保守派 正如他在应对家乡东巴勒斯坦 火车脱轨事件中 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 这种决策力正是我们需要的 更何况 这位从不特朗普的人 最后与特朗普结盟 这更显示出他的务实和灵活 绝对是Trump团队的明智选择 楚天书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找个曾经公开反对特朗普的人 来当竞选伙伴 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 J.D. Vance之前可是说过特朗普 没有很多解决方案 现在他突然变成特朗普的最强代理人 这转变也太突然了吧 这简直像是罗密欧与朱利叶 突然变成了商业伙伴 这不是证明了Vance是个投机者 而不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吗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有点刻薄了 谁说人不能改变呢 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林肯的内阁里也有他的政敌 比如威廉斯托尔特 Vance的转变不是投机 而是他意识到特朗普的政策对国家有利 他才选择支持 再者Vance的背景和经历 尤其是在铁锈地带的成长故事 能为特朗普带来更多蓝领选民的支持 这绝对是战略上的加分项 哎呀 楚天书 你竟然把Vance比作斯托尔特 这也太抬举他了吧 你说的蓝领选民支持 我看更多的是对Vance个人故事的同情票 而不是对他政治才能的认可 他的《香巴老婉歌》 只是他个人的一段经历 并不能代表他有治国理政的能力 而且你也别忘了 Vance在2022年刚成为参议员 屡历还很薄 这么快就当副总统候选人 难道不是在冒险吗 谢琪琪 你这是在故意忽视Vance的多样性背景 和他快速学习的能力 他不仅在军队服役过 还在风险投资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你说他屡历薄 那你觉得特朗普当初竞选总统时的履历有多厚 伟大的领袖不一定需要传统的政治经验 他们需要的是领导力和对国家的热情 Vance正是这样的人 他和特朗普的组合将会是最强的双剑合臂 楚天书好吧 你的比喻倒是挺有趣的 可别忘了 Vance的风险投资背景 反而可能成为民主党攻击的靶子 你还记得2012年大选时 罗姆尼的贝恩资本背景 是如何被奥巴马团队疯狂攻击的吗 风险投资家这个标签不见得 会让选民买账 总之 我觉得特朗普选Vance更像是赌一把 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策略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看这对双剑合臂能不能真的索相披靡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